再来看的是一场大火 瞬间烧掉25间房屋 这是距离缅甸首都仰光 一个多小时车程的社区 在大火过后 有300多位民众无家可归 而眼前的难关该怎么度过呢 习志工赶紧前往送上关怀 火在现场烧成一片灰烬 25间房屋全都复制一聚 大火扑灭之后 造成110个家庭 300多位民众无家可归 他们暂时被安置在临时收容所里 回想火灾的那一刻还余悸有存 缅甸磁济志工在接获消息后 立刻动员前往看灾 在了解灾民的实际需求后 随即采买灾民急需的生活物品 同时准备为问金张罗发放事宜 在物资准备妥当之后 仰光志工花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来到灾民收容中心进行发放 虽然当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 但志工及时送爱 让大家倍感温暖 无情大火烧毁了灾民们的家当 但志工的爱暖了大家的心 也让他们更有勇气迎接在后的生活 大约新闻林家贵 王绵绵 缅甸报道